下一个主酱我们要做白鸡酱 我们今天做的白鸡酱和之前做的白酱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 唯一的区别是制作过程中白鸡酱不需要给原料中加调味料 我们首先准备了白色的鸡高汤 然后我们准备了等量的黄油和面粉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白鸡酱 我做一个汤壶同时融化我的面粉和黄油 把它放回炉子上开始煮面粉壶 煮大约一分钟的样子直到汤壶中的面粉的味道消失 如果我不继续煮面粉 那么我们的最终汤壶中就会有那种面粉的味道 不好闻也不好吃 因此我们煮一分钟然后开始添加高汤 好了我们所有的黄油都融化了 先把它从炉子上取下来 炉子温度调低把所有的面粉倒进锅里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加完面粉后 锅里的面糊并没有粘在锅的两侧 它很容易就从锅边脱落 然后形成了这种面团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将它放回炉子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面粉和黄油 这是我们的汤壶 放在炉子上大约60秒的样子 60秒的时间到了 现在是时候往汤壶里加高汤了 确保你用小火 我们少量多次的加汤 一次大概100到150毫升的样子 高汤会和汤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再加更多的高汤的时候 你要使劲用力混合 这时候我把炉子的温度调高到中火 继续用力混合 然后加入剩下的高汤 拿出勺子 记得把边缘的汤壶刮下来 小火喂一会儿 然后把它从炉子上拿下来 尝尝调味料 根据你要用这个酱来做什么 决定了你加什么调味料 你可以加一点点盐 也可以加一点点白胡椒 我们的白鸡酱可以作为基础酱料 也可以作为汤底 所以当你想要一个奶油汤 但是你又觉得奶油里的脂肪含量太高 那你就可以用我们今天做的酱 把炉火关小 这个就是我们的白鸡酱 最后一步我们要注意的是 保存它的时候 如果只是随意用保鲜膜盖住 那酱汁表层会和空气发生氧化反应 下次打开的时候 酱汁表面会有一层厚厚的变硬的酱汁 它的味道并不好吃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用塑料膜来覆盖在酱的表面 就像这样 我们先把它放在外面 让它冷却 然后把它存放在冰箱里 储存最长达到6到7天的样子 它的保质期还是比较长的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 贴上标签 储存在零下5到1度的温度中就好 再来 我们先带来 请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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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